原标题 原案,首相侧能杀没有,定于二日召集内阁成员,召开马拉松时会议,以商讨对策。 在上闹之一会校阅当天就托欧市仪做第二轮指示性表决,内容包括以下四项动议。 一项动议提议保持英国与欧盟的关税同盟关系,亦保占贸易顺畅和免除关税,表决结果为276票反对,273的票支持。 一项动议提议,英国在商品和服务方面,留在欧洲搬一市场,282票反对,261票支持。 一项动议提议,将英国与欧盟可能达成的脱欧协议付诸全民公投,292票反对,280票支持。 一项动议提议,如果没有通过脱欧协议,英国将在欧盟所设期限,以前取消退出欧盟,292票反对,191票支持。 英国原定3月29日正式脱欧,这一期限已过,欧盟同意英国延期脱欧,但如果英国议会下月,不通过脱欧协议,英国必须在4月12日以前,确定将无协议脱欧,延期脱欧,或者不脱欧,欧盟定于10日召开特别峰会,讨了英邦决责。 英国议会下月3月27日就退出欧盟事宜,举行第一轮指示性表决,否决全部8项方案,经检后的4项方案接受。 第二轮表决,对保持关税同盟的动议表决结果差距最小。 美联社报道,这表明相当多议员经向以较为温和的方式退出欧盟。 英国留在欧洲单一市场的动议,由议员尼克伯尔斯提出。 他在表决后宣布退出保守党,转为独立议员。 博尔斯说,保守党拒绝妥协,他试图打破僵局的努力失败。 欧洲议会负责英国脱欧谈判事务的首席代表福斯达,据一费尔霍夫斯塔特,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, 英国议会下月再次否决所有选项,无协议脱离欧盟几乎不可避免。 英国每日流报报道,脱欧方案再次预阻,脱欧成为一场闹剧。 美军快报在报道中写道,我们表决支持退出欧盟,你们却一再收布。 每日进报称一日晚,是又一个分裂和绝望的夜晚, 即寻出陆首相特雷沙梅又,定于二日召集内阁成员会商,讨论表决结果和下一步举措。 路透市报道,磋商将持续大约五个小时, 一会下月定于三日再次表决一些脱欧方案。 另外,英国脱欧事务大城市地方巴克利一日案是, 特雷沙梅可能本周晚些时候,就脱欧发起第四次表决。 为了确保建议不延期脱欧,政府必须向欧盟提出可靠建议。 巴克利说,唯一的选择是找到一条出路,让英国有协议脱欧。 美联社报道,越来越多人推测,英国议会或政府会推动提前举行议会选举, 期望新的议会格局能打破脱欧加局。 不过,保守党方面担心权力,落入主要反对倒攻大手中。 近两次否决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以后, 一会下月3月29日否决协议中有关备份安排的关键部分。 这一安排旨在避免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之间恢复应边界, 即重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。 一些人担忧备份安排,可能导致北爱尔兰从英国分离。 哇,新华社专特导关键词, 米克布尔斯Nick Bowles, 日一费尔霍夫斯塔特盖的Halfstead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